新民调显示 奥巴马总统的伊斯兰国战略 获得多数民众支持 台湾方面称 华盛顿越来越认真考虑 对台出售潜艇 莫斯科与北京修好 日本专家担心 俄罗斯与日本关系日渐恶化 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9月12号 星期五晚上的VOA卫视新闻 我是郑玉文 中国广州维权人士郭飞雄的庭审 在今天开庭 但是法院即刻休庭 延期再审 稍后我们将有详尽的报道 另外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他最近提出了去中国话的问题 媒体观察的主持人海涛 将为您进一步的分析 也请您锁定今晚的VOA卫视新闻 我们下面先请李一华 为您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一华 好的 谢谢郁文 新闻首先 南非田径明星皮斯托瑞斯 被判犯有过失杀人罪 但免除了更严重的所有谋杀指控 法官马斯帕 星期五宣读了人们期待已久的判决 但被称为刀锋跑者的皮斯托瑞斯 2013年2月在家中杀死了他的女友 也是模特儿的斯蒂坎普 在法官宣读判词时 27岁的皮斯托瑞斯面无表情 检察官说 皮斯托瑞斯故意朝家中 反锁的卫生间的门开枪 打死了斯蒂坎普 皮斯托瑞斯则声称 他当时以为是在向一名夜间闯入者开枪 马斯帕法官说 皮斯托瑞斯朝卫生间的门开枪时 知道里面有人 而且会被打死 这是不合理的 这不是合理的行动 但是马斯帕表示 皮斯托瑞斯的行为 也不像是刚刚犯了谋杀罪的人 因为他马上就打电话给有关当局 而且试图抢救斯蒂坎普 在南非 过失杀人的罪行 最多是15年 法官裁定 在10月13号判刑之前 皮斯托瑞斯可以保释 另一方面 美国国务卿克里 星期五在土耳其宣布 美国将增播将近5亿美元 帮助受叙利亚内战影响的人 克里正在努力 为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 伊斯兰国极端分子 争取国际支持 300多万逃到邻国的叙利亚难民 将得到超过2亿5000万美元的援助 其余大部分将主要用来帮助 在叙利亚境内流离失所的平民 联合国说 叙利亚将近一半人口 都因为内战而被迫逃离 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攻占更多的地盘 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克里正在中东地区 进行围棋一周的访问 推动建立一个全球联盟 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斩首行动 和教派杀戮 震惊了全世界 土耳其官员星期四 在沙特阿拉伯与克里会谈期间 拒绝认同以美国为首的打击伊斯兰国的全面计划 有十个阿拉伯国家加入了这个联盟 承诺帮助美国在伊斯兰国的活动的任何地方 包括在叙利亚和伊拉克 将其摧毁 美国国会领袖们星期四表示 支持对伊斯兰国进行军事打击 星期三晚间 奥巴马总统在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时 解释了逊尼派激进分子带来的威胁 以及将会对其发动的军事行动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BOA卫视新闻的报道 在奥巴马总统就针对伊斯兰国 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一天后 国会两党领袖表达了严肃而减低的支持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利·李德说 我们肩负责任 国会和美国人民一道支持总统的果断策略 我们将不会派出地面部队 而且理当那样 我们有信心将政治旗舰搁置一旁 携手为行政当局提供打击伊斯兰国所需的资源 小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说 美国需要做好长期介入的准备 我乐见总统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 制定出新策略 他需要勇敢肩负这个责任 本届国会 下届国会 以及下届政府将面临要务 因为我们认为应当认识到需要多少年的努力 才能击败伊斯兰国 尽管国会两党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 给予广泛支持 但在如何行动方面则显出分歧 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说 仅靠空中打击是不够的 一架F-16战斗机解决不了问题 仅靠空中打击无法实现我们要努力达成的目标 总统已经明确表示 不会派出地面部队 但是总需要有地面部队 他的话得到共和党籍参议员林塞·格拉厄姆的响应 我们绝无可能在不向伊拉克和叙利亚派出地面部队的情况下 打败那些家伙 如果任伊斯兰国存在下去 我们将会打开地狱之门 民主党籍参议员巴巴拉·鲍克瑟对此做出迅速回应 他对总统呼吁就击败伊斯兰国建立起国际联盟表示支持 留心那些曾经鼓动伊拉克战争的人 敦促总统派出地面作战部队 那是一个错误的策略 我们已经有了教训 那就是死去的4000名美国人 国会议员们本周在不公开会议中了解总统策略的细节 有关行动资金来源 以及国会是否将正式授权总统采取军事行动等方面仍存在问题 所有表决将可能于下周进行 接下来欧盟星期五开始对俄罗斯采取新的经济制裁措施 制裁对象是俄罗斯的石油和军工企业 以及若干俄罗斯人士和乌克兰反政府武装成员 欧洲委员会主席范隆佩指出 在9月底前对乌克兰停火进行评估之后 有可能部分修改停止或取消制裁 俄罗斯表示会立即对新的制裁采取报复行动 但没有公布细节 最近俄罗斯官员威胁要禁止美国飞机飞越俄罗斯领空 这将迫使飞往东亚地区的美国飞机绕行 从而提高成本 欧盟领导人在上周末举行的峰会上 就新的制裁达成了一致 但推迟了实施的时间 以观察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罗斯分离分子间的停火 是否能够维持 4月中旬至今 乌克兰政府和亲俄罗斯武装 在乌克兰东部的军事冲突 已经造成数千人死亡 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指责 俄罗斯为反叛武装提供武器和人员 但莫斯科多次否认派遣军队和装备 支持乌克兰东部的亲俄罗斯分离武装 另一方面 澳大利亚政府将恐怖威胁戒备级别提高为高等 这是第二高的级别 澳大利亚担心来自国内伊斯兰国的支持者的威胁 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 提高恐怖威胁戒备等级 并非基于有关具体袭击阴谋的信息 而是由于情报显示 有些人具有发动袭击的意愿和能力 阿伯特说 一年来恐怖威胁程度有所增高 部分原因是有澳大利亚人参加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斗 澳大利亚估计有多达60名本国公民在与激进分子并肩作战 还有100人在澳大利亚国内积极地支持极端组织 有关官员说 安全部门知道有至少20人在中东参加战斗后返回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政府最近宣布为安全部门拨付将近6亿美元 以加强反恐措施 新闻最后 中国国英媒体报道说 昆明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五对昆明火车站爆恐案审理完毕 四名被告被判犯有谋杀以及参加恐怖团伙罪 三名男子被判处死刑 一名女性被判终身监禁 他们被控在那次事件中用刀杀害了31人 北京指责穆斯林极端分子对今年3月1号发生在西北新疆地区的那次袭击事件负责 那次事件导致140亿人受伤 中国当局击毙了另外四名涉嫌袭击分子 不过主要信仰穆斯林的维吾尔人不满北京当局的迫害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 请您先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中国广州市法院在星期五推迟了对异议人士郭飞雄的庭审 因为郭飞雄的两名辩护律师以法院程序违规为理由抵制出庭 郭飞雄的律师说 检方拒绝让他们审阅针对郭飞雄的证据 而且没有在开庭前三天通知他们以便准备辩护 郭飞雄将与活动人士孙德胜一起受审 这两人都因为组织还有参加了去年一月份 在南方周末大楼外抗议媒体审查而遭到逮捕 罪名都是聚众扰乱公共秩序 而这种罪名最多可判五年监禁 人权观察组织也发表了声明要求中国释放这两个人 声明中说他们由于以和平的方式来反对腐败 还有争取人权而面临了中国当局的指控 那么郭飞雄案今天被广州的天河区法院宣布休庭再审 郭飞雄在美国的家人也一直在密切关注案件的发展 我们下面就为您通过连线 请在美国德州的郭飞雄先生的妻子张青女士来谈谈她的看法 张女士您好 是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的现场节目 我们先来看看同样就在上个星期五 安徽异议人士张玲 同样也是在她律师没有到庭的情况下 同样是被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 结果是被当庭判决了三年半的徒刑 您对于今天广州的法院宣布休庭再审 您感到意外吗 那么对于这整个案件的判决您感到乐观吗 您问我 是 对 我认为 我对于那个案件的判决 当然我不会说感到很乐观 因为我认为这个案子本来就不是一个 就是一个不应该成立的一个案子 他本来就不应该被关这局 是 那您在与这两位辩护律师在交流的当中呢 两位辩护律师是不是也已经向您透露 他们不会出庭 那么对于法院在今天宣判 或者宣布要休庭再择其再审 您的感受或者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认为起码比这个张宁案要好一点 因为他还没有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强行开庭 所以这样的话他还是稍好一点 而且呢我跟律师也有交流 就是说他们不出庭的直接理由就是他没有看到了个八个光盘的证据 而且辩护就是基于在了解了证据的基础上的辩护 如果没有了解证据的话呢 就根本就没有辩护的可能性 是 那么张女士 包括张雪忠律师在内 他们有没有向你透露 接下来他们几位辩护律师的下一步行动可能有什么呢 对 他有透露 他说他已经向法院申请了 就是说希望能够有得到那个证据的权利 就是说然后能够充分的有时间去阅卷 然后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 在得到了证据以后再参加辩护 是 那么从我们知道去年八月份 郭飞雄被当局逮捕之后呢 现在已经超过了一年的时间了 在这段期间内 您有没有获知有关任何他的最新消息呢 他的最新消息吗 就是我们一直非常的关注他的案件的进展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非常多的违法的行为 反映出来我们知道 我觉得这个就完全是一个政治迫害的案件 然后呢这个过程非常的恶劣的是 第一 现在是不允许这个律师复制这个证据 那么没有证据是没法辩护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前一段时间我也听说了 就是监狱里面找到借口 让他让郭飞雄出去 然后趁他出去的机会去盗窃了他的这个 他的电护的手写的那个一部分资料 这个是非常的严重的违反这个当事人权利的 一个恶劣行为 因为盗窃了他的这个电护的东西的话呢 那个他们就会针对他的辩护思路来阻止他 或者是针对他 这样的话对郭飞雄是非常的功利的 是 那么针对这一点 郭飞雄本人或者他的辩护律师 有没有向当局提起抗议 那么另外我们也知道 您在去年也曾经就他被中国当局所关押 发表了公开信 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在国际社会引发一些反应呢 你是说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就是说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就是您说 这个监狱人员进入他的监狱当中 拿走了他的一些手写稿 那么有关于辩护的一些资料 那么郭飞雄本人或者是辩护律师 有没有向当局抗议这样的一个情况 有抗议 这个律师有把这件事情反映出来 而且呢 反映出来公众与众也是一种抗议的行为 而且就把这些事情揭露出来 这些事 他也有给了当主写上意 要求彻底的调查这件事情 然后严惩这个 办事人 是的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郭飞雄先生的妻子 张青女士 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专访 非常感谢您 也请您多多保重 那么美国之音将持续的带您来关注郭飞雄 还有其他遭到中国当局所关押的异议人士的最新消息 也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广播 还有电视节目 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我们的网址是 稍后回来 我们要带您到纽约 去看看一场前财长 还有前总理 有关中国的精彩对话 请您不要错过 我们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VOA 卫视新闻 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 还有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可以说是西方政界最著名的中国通了 那么就在美国东岸时间的星期四晚上 这两人在纽约 针对中国的未来 还有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进行了一场对话 我们接下来就请美国金筑纽约记者方斌 来为大家介绍 这场对话到底有哪些重点内容 还有这两人对于美中关系 又有什么样的看法 欢迎你方斌 一位你好 是 我们先来看看保尔森 我们可以说保尔森 他可以说是美中经济对话的一个开创者 他一向是主张要改善美中两国的关系 与中国的领导人也有非常好的私交 那么保尔森在卸任之后 他也建立了保尔森研究所 专门就是希望来促进美中的经济 可持续的发展 还有环境保护等多项的议题 那么在这场对话里 很多人关注的就是 他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推的改革 保尔森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保尔森认为习近平改革雄心勃勃 但面临的困难重重 他用好消息坏消息 来形容习近平18届三中全会上推出的改革计划 说他是大胆的蓝图 这是好消息 但其规模范围和后果 使他担心实现起来非常困难 则是坏消息 他认为习近平自认中央神话改革小组的组长 既是好消息 也是坏消息 因为他不得不这样做 否则官僚体系呢 会加以反抗 他说习近平的改革计划 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现在评价仍为时过早 他认为真正考验习近平改革的 是中国敢不敢开放竞争 那关于这个问题呢 他说了三个 他说了三点 那么第一点就是 中国的能源电信市场 以及金融市场向私营部门的开放 究竟可以开放到什么程度 第二点呢 就是怎么把中国的国有企业 放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上 而第三点呢 他认为是最关键的 他是这样说的 我最关注的是在什么样的程度上 他们准备让国际企业 美国公司 欧洲公司 澳大利亚公司 进入与之竞争 那巴尔森认为 目前中国的发展模式 是不可持续的 他认为发展宁可缓慢一些 反而更好 他认为能源的有效性 高质量的发展 完善的社会保障 都是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他还特别提到了 美中之间 就这个双边投资协议 进行的谈判 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这就好像当年 中国加入WTO 就是世界贸易组织 将可以帮助中国 真正的改革派 一文 是 方斌 我们接下来看看 另外一位在对话当中的 重要人物 就是澳大利亚的前总理 陆克文 很多人说 他可以说是西方国家里 少数几个 可以直接用普通话 来与中国领导人 直接对话的这个领导人 那么到底陆克文 他在卸任之后 我们知道 他也一直非常重视 中国与国际间的交往 那么在这场对话里 他对于美中关系 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陆克文认为 美中关系是 关系到世界未来 和平稳定发展的 最重要的一对关系 因此必须找到双方在价值和利益上的共同点 那么我们都知道 陆克文现在是应这个哈佛大学的邀请进行有关美中两国之间 能不能找到一个新的战略双边关系的研究 那么他来美国以后呢 接受过采访 也发表过演说 但是我觉得他昨天晚上发表的一个观点 可以说是相当的大胆 也可能是首次披露 那么他认为说 无核化的朝鲜半岛 是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 他提出了用美军 做出这个美军撤出该地区的承诺 来换取中国与美国合作 实现半岛的无核化 那么他是这样说的 解除北韩的核武力能力 形成一个正式的半岛两边的政治共同体 作为整个协议的一部分 美军撤出该地区 因为中国不喜欢美军直接存兵中国边境 他自己也说 他说如果是三五年以前 这种说法呢 听起来是太难了 但是呢 他认为现在两国有智慧的领导人 应该加以考虑 那我们都知道 鲍尔森和陆克文都认为 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都致力于推动这对关系的发展 都非常关注中国的改革 都大力的促进 环境保护和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解决 宇文 非常感谢记者方斌 在纽约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 谢谢方斌 那么我们说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实际上呢 其中有一个重要环节 就是两岸的经贸往来 最近呢 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官员 就特别针对两岸货品贸易协议 举行了新一轮的谈判 结果呢 遭到了台湾反对党批评 说这是马英九政府在暗箱作业 没有从太阳花的学运里来汲取教训 有关详细情况 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台湾与中国大陆官员 从本周星期三开始 一连三天就两岸货贸协议 举行了第九轮谈判 台湾官方媒体报道说 双方就削减关税 市场准入 消除贸易壁垒 和加强产品安全等议题 举行了磋商和谈判 这一轮货贸谈判 原定在今年四月举行 但在今年三月 台湾发生抗议两岸服貌协议的 大规模学生运动之后 双方决定推迟谈判 台北当局说 本次谈判在北台湾的某个地点举行 没有给出具体时间 也没有向新闻媒体 发出相关采访通知 台湾最大的反对党民进党 指责马英九政府暗箱作业 没有汲取太阳花学运的经验教训 吴钊燮是民进党的秘书长 但是我们看到马政府对 服贸协议的这个负策 甚至是其他两岸经贸协议的签订 都没有看到任何总体经济与产业的发展策略 而且在签订的过程当中 没有事前的影响评估报告 过程也不透明 回避了国会的监督 不让人民检验 甚至要在委员会之中硬闯 才会引爆太阳花学运 马政府似乎没有学到教训 货贸协商过程 正重蹈服贸协议的负策 执政的国民党拒绝接受民进党的批评 他在一份声明中说 两岸官员不公开谈判地点和内容 是依照惯例行事 并非为了回避监督 声明说 执政党一直积极推动两岸协议监督机制的设立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二 敦促立法院尽快通过相关法案和两岸服贸协议 可是现在呢 因为没有通过这些相关的协议呢 使得我们竞争的形态呢 越来越不利 因此我们很希望 很希望立法院能够尽快的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我们也愿意让行政部门在跟大陆协商的时候 能够受到更多的国会跟民众的监督 但是这个动作要快 可以如果要先立法后审查 也要赶快开始啊 否则一直拖下去呢 对台湾是非常不利的 中国和韩国政府已经宣布会努力在年底前达成自由贸易协令 台湾官员们和一些商界人士担心 中韩FTA会严重削弱台湾产品在中国大陆市场的竞争力 他们期待两岸服贸和商贸协议会帮助维护台湾的竞争力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继续我们再带您把镜头转向北京 常驻北京的外媒记者呢 他们都很怀念在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 当局所展现出来的一些开放 还有一些民众的热情 那么在六年后 北京还有张家口要再次的联合来申办 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 那么如果申办成功了 北京也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 也举办过冬季奥运的城市 那么在期待张艺谋 以习近平的中国梦为主题的冬奥会开幕式的同时呢 人们也在期盼着北京当局可以在申报期间 放松他们对新闻还有信息的控制 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张家口发回来的报道 北京和张家口将联合申报2022年冬季奥运会 张家口申奥筹委会副主任张春生表示 这次中国将和奥斯陆和阿拉姆图 共同角逐冬奥会的举办城市 在国际上讲 从阿里奥运会之后 大家对北京都很熟悉 但是对张家口都不清楚 实际上大家有很好的自分资源 中国深奥最大的优势是获得了政府官方媒体和人民的广泛支持 张家口是二中一位中学生告诉美国之音记者说 尽管国际奥运会将在明年7月31号 马来西亚吉隆坡 投票确定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国 但张家口是现在已经掀起了奥运热 街头到处可见迎接奥运的标语口号 张家口也用独特的文化和传统 为深奥展现出热情与期待 国际奥组委将从政府支持 人民的态度 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因素 综合考虑奥运会的举办国 2008年奥运会之后 北京一些人权组织批评北京在奥运后 新闻自由度大量下降 公民运动受到打压 在自然环境方面 北京的交通拥堵 环境污染等都成为 北京和张家口申办冬奥会的不利因素 不过北京外媒圈认为 中国在申报冬奥会期间 也许会放松对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限制 把更好的一面展现在世界面前 由于大量境外记者和运动员 以及国际游客蜂拥而至 届时北京和张家口也许会暂时解除 对推特、脸书和Google Plus等 世界通用的社交媒体的封锁 让运动员们能够在第一时间 与家人和朋友分享他们胜利的喜悦 美国之音VOA卫视记者东方 河北张家口报道 我们不认为 如果他不认为 那是我的工作 需要在另外的方面 还要在做一个集合 做一个反弹 做一个结果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栏目时间了 主持人海涛要和您聊聊去中国话 我们欢迎海涛 谢谢郁文 海涛我们说这个去中国话不是我说的 不是台湾各政界人士说的 而是习近平在最近提到了所谓的去中国话 他是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提到这样的一个话题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现在人在这个中亚国家访问 但是他去之前9月9号 他去北京师范大学参观和访问那个学校的时候 他对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们和职工们 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就在参观 他拿起一本课本的时候 他说这个很多这个中国的古典诗词啊 没有了 这是很悲哀的 实际上去中国话是要不得的 那么他说了 他是在这样一种场合下 说出这种话 这种话呢 被解读为是一种 对中国的一种思潮也好 一种好多人的行为方式 思维方式也好 是一种非常重的一句批评 确实哦 因为很多人说 习近平作为中国党政军第一把手的 这样的一个重要人物 说出了所谓去中国话 这样的问题确实是非常引人关注的一件事情 对 那么到底去中国话在中国 它是一个真命题 还是一个伪命题 它到底是具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或什么样的成分 来让人解释 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 在中国大陆 没有什么去中国话的 中国这个中南海呢 他用这个 他一般都是批评 就是他周围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特别是用来这几年 特别是从2000年以来 从陈水扁政府执政以来 他批评台湾的最多的就是一句话 因为台湾想台独 所以他们大陆认为呢 台湾领导人 特别是绿派这一派的领导人 他们要搞这个台湾独立 他们要搞去中国话 所以这个去中国话 是近十几年来一个特有的一个名词 主要是针对这个台湾这个民进党这一派而说的 那么在大陆呢 为什么说去中国话 在习近平看来 就是台湾就是一种非常不好的趋向 实际上只是中国中小学一些教材 是上海的一些中小学教材 上海小学一年级 开始他们课本中减少了八篇古典诗词啊 那么这一个被习近平解读为去中国话 实际上它是有所指的 它表面是上海的教材 减少了古典诗词 但是实际上是指的就是海外的这些国家 特别是包括亚洲 它的邻国一些警铃 比方朝鲜 韩国 越南 日本 它主要是批评这些国家 在抗日二战之后的这四五十年内 它大量的削减了有关汉字的这个汉文的教育 特别是这个韩国也好 朝鲜也好 就是去中国话 就是去汉字话 非常的这个彻底 他们现在彻底清除了这个汉字的使用 包括越南也比较彻底 所以习近平是有所指的 主要是指这些境外中国境外这些亚洲国家的去中国话 那么这样的有所指 它难道不怕说引起一些联想或引起一些议策吗 那么在中国大家民众的反应又是如何 对于习近平突然脱口而出 说到了所谓的去中国话 大家的反应又是什么 实际上中国的人民日报 它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它发表了几篇评论 就是说 就是其中就提到了 比方说韩国的例子 台湾的例子 日本的例子 朝鲜的例子 它都提到了 但是它没有提到新加坡的例子 新加坡实际上 这个中文还是官方四种语言之一 它还没有去中国话 但是新加坡也搞得很好 可见你政治上的成功 和就是经济上的成功和发达 和你去不去中国话 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好 最后30秒时间 我们知道你刚刚提到了在台湾 台湾的前副总统吕秀莲 也曾经提到过去中国话这个问题 他又是怎么说的 那是2002年 我去台湾采访的时候 我采访过吕秀莲副总统 当时我就问他这个问题 大陆批评台湾去中国话 你怎么看 台湾说去中国话别人有没有 反正我是没有 我从小就开始这个 非常注重中国的古典文学学习 所以我长大了 我想当一个小说家 当一个作家 所以他说我没有去中国话 非常有意思 我们今天感谢海涛 为我们点出了这样的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和角度 谢谢海涛 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那么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媒体观察的文字 还有视频 我们都将为您刊载 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 欢迎您登陆查询 或者发表评论 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您也可以同样的登上Youtube 来观赏我们今天的节目视频 这个网址是 Youtube.COM slash VOACHINA 那么稍后回来 我们要继续带您看看 日本是不是真的 要来采购攻击性武器呢 那么这样对中国 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的VOA 卫视新闻 今年7月份呢 日本内阁决定解禁 行使集体滋味权以来 有关于日本准备 要引进攻击性武器的传闻 可以说不断 那么最近更有消息说 日本已经在与美国 讨论具体的内容了 美国之音处 日本特约记者戈兰 为此特别做了专访 我们下面就为您通过连线 请记者戈兰 来为大家报道 有关的情况 戈兰你好 你好 宜文 是 先过 日本是不是真的 开始向美国来探寻 采购这个攻击性武器的计划呢 你的采访能不能证实这个消息 日本各界的反应如何 好 是 我根据我的采访的情况来看 这个消息是真的 那我采访的是东京大学的教授 他松田康博 他也曾经是日本防卫研究所的前主任研究员 那么他说其实这个消息 这个跟美国之间的讨论呢 其实从去年2月 安倍在那个国会上表示 日本应该加强这个攻击能力的这么一个表态以后 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呢 就纷纷地来到东京 就是来探索安倍的这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那当时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讨论呢 就已经开始了 那这个讨论呢 到现在为止呢 其实按照这个松田先生的分析来看 就是说这个讨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定案 但是呢 其实日本方面这个意向呢 在去年的防卫 日本防卫指针里面 已经就是得到了一些比较暧昧的反应 但是这个谈判一直是在讨论 一直是在就是延续到现在 那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美国呢 其实对日本呢 虽然美国是一直批评日本的 就是防卫的防卫费不够 但是当日本真的要想 自我武装能够有个攻击能力的时候 美国是有些警惕的 因为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同盟的关系 一直是一个是日本是扮演一个盾的角色 而美国是一个毛的角色 那么现在日本要有自己要有毛的时候 美国就在会怀疑说 日本你到底是想 是不是想远离美国 为什么要自我武装 所以美国是有问题的 是 你提到了就是说 日本想要通过这样采购攻击性武器 也引起在美国的一些专家担心 日本是不是在转换他的角色 除了美国以外 我们知道包括韩国甚至包括中国 这些日本的邻国 对于日本这样的一个可能的发展 他们相信也是非常关注的 那么有没有专家提到 如果日本真的采购了攻击性武器 对中国韩国可能带来什么影响 30秒时间 这个 松田先生的看法就是说 他主要是提到了韩国 因为韩国它和日本 是也跟中国一样存在一个历史问题的一个原因 所以韩国对日本其实还是很警惕的 但是因为韩国跟日本一样 也同时都是美国的军事同盟国 所以就算日本跟韩国之间没有直接的 就是这种非常亲密的这种军事同盟关系的话 也有间接通过美国的一个关系 所以在这点上来看 就是说韩国它可能是会跟中国一样会警惕 但是韩国可能表现的方式呢 我想可能是有些不一样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就是记者戈兰 在日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谢谢戈兰 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您看看 美国总统奥巴马 他针对伊斯兰国的战略 到底在美国民众之间 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呢 稍后我们将有详细报道 也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三期报道 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 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 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 给我们的记者分享 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 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VOA新闻应用程式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在西班牙东北部有数十万 加泰罗尼亚的分离分子 因为受到了苏格兰独立运动的鼓舞 他们在星期四涌上了巴塞罗那的街头 也要求进行独立公投 示威游行是在加泰罗尼亚民族日 也就是9月11节当天所举行的 与此同时 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领导人亚瑟马斯 也在推进一系列的计划 要让该地区760万人 在11月9号进行一次 不具法律约束力的独立公投 那么外界普遍的预计 西班牙宪法法院在未来几个星期 将会对公投计划进行否决 那么当地官员表示 有180万人参加了星期四的游行 但是西班牙政府预计 游行人数大约只有50万人 西班牙总理拉霍伊 他已经誓言要阻止这场公投 原因是西班牙宪法 不允许没有全体西班牙人 所参与的公投行动 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持续僵持之际 菲律宾在星期四公开展出了60幅的古代地图 称南中国海的斯卡伯勒礁 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 从古至今都不是中国的领土 古地图展是在马尼拉的拉萨大学进行的 菲律宾官员说 这些从中国宋朝到清朝跨越了1000年的地图显示 中国最南端的领土一直都是海南岛 菲律宾最高法院一位法官说 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 美国还有菲律宾的军方 一直把这个有争议的岛屿 作为海军火炮射击的靶场 当时无论是中国或者其他国家 都没有提出异议 到2012年的4月份 中非两国的船舰 在这个岛礁周围发生对峙以后 中方就开始控制了该岛礁 中国当局在这个星期开始禁止 从挪威进口整条鲑鱼 以防止传染性三文鱼贫血症的扩散 挪威海产品部门对此提出了意义 他们说挪威的鲑鱼是可以安全使用的 挪威食品安全局也强调 没有任何已知的鱼类疾病 与人类疾病有关 并且表示挪威只出口 优质健康的鱼产品 在近期有中国媒体报道说 鱼类的埃博拉威胁了水产的养殖业 那么三文鱼会感染传染性三文鱼贫血症 这一种类似埃博拉的病毒 因此在中国的消费者中引起了恐慌 海产品专家认为 中国禁止从挪威进口整条鲑鱼的决定 是反应过度了 最近几年 中国进口的挪威鲑鱼数量逐年的增加 在2013年的上半年 就已经达到了3700吨 继续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奥巴马 他在这个星期对全国发表了讲话 特别阐述了对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策略 其中包括了向叙利亚的反政府力量 来提供武器和训练 下面就是VOA卫视记者杨成发来报道 我们看看国会两党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 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三的讲话中说 美国准备向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空袭 他说国会的支持非常重要 我相信当总统与国会密切合作 我们的国家处于最强大的时刻 美国的策略包括武装和训练 叙利亚反政府力量 奥巴马总统要求国会授权和提供资金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李德支持奥巴马总统的计划 他呼吁国会尽快通过这一提案 为反政府力量提供武器和训练 对于建立国际联盟至关重要 我期待这项提案能够在两党的支持下 尽快在国会通过 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贝纳 也支持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帮助 但是他说这样做还不够 我仍然感到担忧的是 这些措施可能要花费许多年才能奏效 而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是 立即制止和扭转伊斯兰国的发展势头和势力范围 贝纳议长说 他和许多共和党人都担心 目前的计划还不足以达到 消灭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目标 据报道训练和武装叙利亚反政府力量需要5亿美元的资金 VLA卫视记者杨成国会山报道 那么奥巴马总统这一段有关于美国将削弱 还有摧毁伊斯兰国的战略计划宣布呢 在黄金时段可以说传达到了千百万的美国观众 这个时机也正值美国民众似乎是更加愿意 在对外政策上来采取大胆还有强硬的方式 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制作人吉普森 还有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讲话语气强硬 他说 我知道很多美国民众对这些威胁非常忧虑 今天晚上我想让你们知道 美利坚合众国将以实力和决心面对这些威胁 华盛顿的切里·阿什克罗夫特说 我想知道我们在那里的行动将会引起多大的反美情绪 内华大洲的斯塔西林斯雷说 感觉好像我们的确想到那里干点事 那就动手吧 觉得我们有点拖 我希望我们进去之后以某种方式显示力量 德克萨斯州的约翰·米勒说 我希望不派地面部队 所以不会有人死 谁死了都是悲剧 不过如果他们选择谋杀 我们的政府有责任叛卫和保护我们 即便支持率不断下滑 但对总统改变政策的支持还是在增长 布鲁金斯学会的欧汉龙说 美国民众逐渐认识到 他们并不喜欢他们曾经要求过的那种对外政策 他们希望有一个更加坚定 更加成功的对外政策 如今阿巴马正在试图朝这个方向努力 最新的民调显示 针对伊斯兰国的大胆战略 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华尔基日报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联合民调显示 61%的美国民众支持对伊斯兰国进行空中打击 华尔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的民调表明 71%的人支持在伊拉克进行空中打击 65%的人支持在叙利亚进行空中打击 皮尤研究所的最新民调显示 54%的美国人认为 美国的对外政策不够强硬 上市数字代表了美国公众对惨遭斩首录像的反应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鲍曼说 美国公众显然正在对伊斯兰国的威胁做出反应 因为他们认识到 伊斯兰国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新恐怖组织 而且反恐战争不会很快结束 对奥巴马总统来说 道路是明确的 我们的安全和安危取决于我们的意愿 这就是采取一切措施 捍卫我们的国家 坚持我们主张的价值观 奥巴马总统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在这场摧毁伊斯兰国 看似长期缓慢和审慎的行动当中 美国的参与结果将会多么复杂 而公众的支持又会持续多久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继续同样是在华盛顿的消息 一个由台湾跨党派立法委员 所组成的代表团 这个星期在华盛顿的访问里 他们再一次敦促美国 实现已经拖延了13年的 受台潜艇的承诺 那么在亚洲区域稳定 受到海洋领土的争端 以及中国强势崛起 引发周边国家不安的时刻 这个台湾代表团说 美国政府要比以往是更认真来思考 满足台湾潜艇的需求 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 还有玉港发来的报道 由国民党立委林玉芳 民进党立委陈唐山 叶宜金等人组成的代表团 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会晤近20名 美国参众议员 并和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官员 讨论美国售台潜艇 或协助台湾取得技术和设备的问题 代表团团长林玉芳 星期三在台湾驻美代表处 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他对台湾取得潜艇的目标得以实现 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乐观 因为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亚洲 再平衡政策中 不可能忽略台湾的战略地位 美国出售台湾现代化武器 不仅有助于台海稳定 更有助于整个亚洲的权力平衡 台湾的位置 台湾如果这个地方被突穿 不要说被占领 台湾如果守不住台海的上空 守不住台海周遭的水域 中共的船舰 机舰 不断地在台海上空进出 即使没有发动战争 请问一下中国 美国感受压力将多大 日本感受压力将会有多大 还有包括菲律宾 包括其他的国家 所以持续供应台湾 现代化的武器 其实是帮助 所有周遭的国家 维持台海地区的权力平衡 如果台湾的权力 台海地区的权力平衡 没有办法维持 请问整个东亚 包括东南亚的权力平衡 可以维持吗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埃德罗伊斯 在与代表团会面之后说 他曾经到台湾 实地评估台湾的潜艇需求 发现台湾现有的潜艇 的确十分老旧 急需带换 他支持台湾 增进自建潜艇的能力 我们支持台湾拥有 自建潜艇能力的努力 这些潜艇是他们需要的 我曾经带着我们的代表团 登上一艘在高雄的潜艇 以便了解实际的情况 以及他们所面对的挑战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 格林纳特将军 这个星期 在卡内基和平研究院的公开演说中 罕见地透露 他曾经和台湾相关官员 讨论过收台潜艇的问题 不过他不能公开谈论内容 卡内基和平研究院 亚洲项目主任 曾经担任美国在台协会 台北办事处处长的包道格说 尽管美国收台潜艇一定会有政治和技术上的困难 不过美国需要更多潜艇在那个区域巡逻 而台湾是美国可以信赖的伙伴 我们需要更多潜艇在那个地区 如果台湾有办法自己在岛屿周边巡逻 那会是美国的一个尽力 因为我们可以信赖台湾 在维持那个地区的安全稳定上 有共享的价值和利益 如果台湾可以找到一个办法来这么做 那就太好了 我们可能必须有美国的合同 来协助台湾解决导航系统 及武器弹药的部分 如果我们可以发展到那个阶段 那么我希望美国政府可以同意转移这些技术 自2001年小布什总统宣布 售台8艘柴油动力潜艇后 13年来台湾仍然未能取得新的潜艇 一则是因为美国已不再生产传统的柴油动力潜艇 必须协助台湾寻找其他来源 再来也面临中国一贯对美国售台武器所施加的压力 为解决台湾现有潜艇急需态患的困境 台湾军方已经开始一个自建潜艇的计划 投入近8亿台币 为两艘年龄已达70年的加笔级潜艇进行翻修 以便累积制造潜艇的技术经验 林玉芳说 接下来台湾可能展开潜艇蓝图设计的部分 美国必须尽早决定 以何种方式来满足台湾潜艇的需求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 玉岗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星期四在美国有许多地方都举行了纪念九一恐怖攻击13周年的活动 那么在美国南加州的罗斯密市也不例外 不过这个城市的纪念地标非常特别 可以说颇有深意 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洛杉矶记者国福 从当地发来的报道 纪念911事件 南加州马里普市病海的佩普丹大学校园 三千年打起迎风招展 十三年来南加州内陆富勒顿市的消防队员斯科特汤尼 每年此事在住家前院便插小国旗和十字架 没有间断过 而在两者之间的圣盖坡谷地 有个人口五万的罗斯密市 却选择了与众不同的形式来纪念这个日子 罗斯密市位于洛杉矶市区东面十公里 在911前夕当地居民菲尔南迪尼带着八岁的女儿 安琪丽娜来到市政府的前厅 仔细端详这个独特的雕塑品 安琪丽娜说 从前我们开车经过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是鸽子亮片组成的 罗斯密市四年前委托雕塑家 西斯·萨托设计一座纪念911的雕塑 有20年经验的萨托选择了用双手举起钢梁的造型 他用极光切割不锈钢板 做出2976个飞翔的小鸟造型 这个数字和911恐怖攻击事件直接死亡的人数相对应 萨托用纸板和胶带做成立体的双手模型 然后从下而上 把飞鸟造型的钢片一片一片的焊接上去 刚开始的时候对他来说 每只飞鸟不过是一块金属 但我越做越来越感觉到 每一块都代表了一个人的生命 这一块代表一个死去的父亲 那一块是死去的女儿 我的感觉无法跟死者家属相提并论 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情绪会因此而大起大落 将近三千只飞鸟 萨托怕一片做坏整体受损 他经常熬夜工作 强迫自己坚持下去 萨托表示 在雕塑过程中 老实说 我越来越郁闷 想到这个个别受难者 内心很压抑 2011年雕塑落成 疏离在市政厅的晚年 萨托指出 还好 苦尽甘来 当雕塑完成 社区各界分享共同的经验 一切的痛苦都值得了 即使在三年后 他仍然难掩内心的激动 菲尔南迪尼表示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雕塑 难过的想哭 太多的伤感 那么多无辜的人在那一天死亡 那么的不公平 观众对这些飞鸟的想法不一 许多人认为这些是鸽子 但也有人说是老鹰 还有人认为是天使 萨托说 我让观众来决定飞鸟代表什么 而我的造型是鸽子和老鹰的混合体 安琪尼娜表示 她现在非常以罗斯密室为傲 她说 当我母亲告诉我 这是世贸中心的钢梁 我还不相信 因为我不相信 罗斯密室有办法取得这么有名的东西 萨托的雕塑 面对罗斯密室最热闹的山谷大道 这个星期她重访自己的旧座 萨托透露了 隐藏在雕塑整体里的信息 她说 基础非常厚实 越向上越担保 到了手指尖 几乎有流动感 一个有希望的信息是 我们能够超脱出911事件 萨托向上升华的信息 和华裔居民方西密 看到雕塑的第一印象相呼应 方西密表示 钢铁代表着灾难 代表着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但是小鸟聚成 所有的小鸟聚成 一双手的意思 我觉得代表着希望 代表着新的力量的重生 雕塑的正式名称叫回顾 或者是反思 回顾13年 反思911 他们从死亡里看到了生命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伯父 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又到了我们的OMG美语的单元 今天白杰要教大家 怎么用美语来说说不同的口感 我们一起去看看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语 我是白杰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 怎么用美语弹 口感 crun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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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脆的 I really like eating toast for breakfast I love a good piece of crunchy toast with butter spread on top 我早餐喜欢吃烤面包 我喜欢那种抹了一层黄油的脆脆的吐司 Che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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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times I eat starburst candy in between meals for a fun snack I love chewy candy 有时候我会吃 starburst guo zhi 远汤当明食 Goo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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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an nian de Every once in a while I'll get a chocolate sundae from McDonalds I really like the gooey chocolate sauce they put on their sundaes Goo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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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拜拜 Gooe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